这是木槿 它的花和叶片是可以使用的 你知道吗 木槿是井葵科木槿署多年生灌木 是我国原生的传统木本花卉 它花开四锦 所以叫木槿 但是木槿的单个花的花期很短 李时珍说 此花召开木落 顾名日吉 就是早上开 晚上就录了 诗经里也有同样意思的内容 有女同车 言如顺华 有女同行 言如顺英 这里的顺就是木槿 因为花开花落非常的快 李上瘾的锦花里 也有形容公女的容颜异式 可怜容落再朝昏 一下子就没有了 所以木槿也叫召开木落花 其实井葵科很多都是这样 虽然木槿的单个花 花期比较短 而且凋谢的时候 是整朵脱落的 同油童花 茶花类似 其实这也是植物开花 授粉的一种策略 就是开过的花 整朵脱落 但是枝条上还有很多的花雷 它会次第开放 这样先开的花 绝不会同后开的花 争夺密封昆虫 授粉的机会 这样逐次开放的策略 木槿花的整个花期 特别的长 从夏初 可以一直到秋天 所以李上瘾的锦花里 前面还有一句是 风露七七秋景凡 就是到了秋天 木槿花还是开得很茂盛 这样生生不息的精神 也是深的人们喜欢 所以木槿花是韩国 马来西亚等国的国花 你们看韩国的女子 名字经常带一个锦子 木槿花花开非常的大气 同她的好姐妹 同科同鼠的木芙蓉一样 雍容华贵 木槿花花色多样 有粉色白色浅紫色等 还有俗称扶桑的 红色的珠景的 花瓣有单瓣的 有虫瓣的 虫瓣的雄蕊就比较少了 因为它们是同源的 木槿的叶片是这样的菱形 枝条分身旺盛 而且生命力非常的顽强 尤其是牵插繁殖 非常的容易 你们看小亮把木槿的枝条 泡在水里 都发了特别多的根 而且木槿落叶后的枝条 同蔷薇克的樱桃 梨 桃 杏等很难区分 这样很多步伐的苗木商家 就钻了一个空子 等你等待你的大樱桃 自由的时候 回头一看 它垫都不见了 木槿花也是 钥匙人两用的植物 李时珍说 大叶可如 做饮带茶 叶片和花朵 可以食用 也可以做茶 今天我就尝试一下 传统的江南一带民间的美食 木槿花豆腐汤 入口是绵软鲜嫩 关注我等听了解更多植物人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